2014年是5月15日国际家庭日成立20周年 联合国网站说明 设立这个纪念日反映了国际社会对家庭重要性的认识 在5月18日 香港有超过170个团体机构 超过3万2千人参与了这一次爱爸妈 爱我家运动巡流 因为要支持家庭 支持所有一父一妻的家庭 爱我家 爱我家 一生一世 希望大家就学习爱家庭 爸爸妈妈 爱我家 我们想表达一下我们要爱护家庭 让小孩子在一个健康的家庭里来成长 其实我们当时进来的时候 我们都排了很长的路 那里很烤 很热 也不知道何时走完 我觉得这件事是很辛苦的 但我们想告诉下一代听 就算有些事情辛苦 我们都觉得值得去做 这一天 虽然齐动礼开始前下了大雨 但参加者仍然很有秩序的入场 当中有一家大小 老人家 夫妇 青年 学生 他们不分信仰 不分阶层 不分界别 带着开心的笑容 正面支持家庭价值 关心家庭 婚姻和孩子 大会首先在九龙公园中央广场举行启动礼 由突破机构荣誉总監事蔡元余医生 以及支持机构的代表 一起主持立愿礼仪式 与现场的市民一起宣读立愿礼仕词 我们必定欠尽所能 守护家庭 维护婚姻 关心孩子 以及为所有正经灵魂境的家庭 送上信心的祝福 一同驱动整个香港社会 爱爸妈 爱我家 大家加油 这一次爱爸妈爱我家运动 是由维护家庭基金发起 借着今年国际家庭年20周年 希望和全城的家庭 市民再次反思 现今香港家庭面对的挑战 鼓励大家关爱下一代 持续维系美好的家庭关系 发言人表示 大会有三个愿景 包括所有孩子 可以在父母的悉心照料下快乐成长 所有夫妇可以在稳定的婚姻关系下互相扶持 以及所有家庭可以在健康的社会风气下得以稳固 当我们去想这个愿景的时候 其实都会想到 比如说小朋友成长里面 我们都希望他能够健康 所以我想都有很多的东西 包括学业 包括家庭环境 去到夫妇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预计到 夫妇要彼此去委身忠诚 一生一世 其实还有很多的东西会影响他们 去到家庭 我们都相信 比如很多的社会政策 很多的社会制度 其实怎样会影响家庭生活呢 我们相信这几个方面 这三方面都是我们所说的天子 所以我们就走在一起 很希望藉着一个运动 再一次提醒社会 就是爸爸妈妈是很重要的角色 因为觉得香港 因为很多家庭很破碎 所以都觉得 我们很想看到家庭那方面有福兴 所以就一起来参与 我和他爸爸 都是在一个破碎的 原生家庭上长大的 我们有很多事情 都不是很懂得做 我们有很多事情 都要很努力去学去做 所以我的目标 就是要建立一个健康的家庭 给我们的小朋友 这次运动除了得到超过90个 社会福利机构 学校 企业 教会等等 不同界别的人士支持 另外还有80个报名团体 来到现场参与 当天启动里由表演者演唱 以爱为主题的歌曲 小朋友上台表演 这个爱爸妈 爱我家的声音 其实都很需要被支持 也有演艺人出席宣读市 好老实说 我们都看到香港的离婚率 是不断的飙升 从2006到2012年 是升了20几个% 即是说在2012年已经有二万一对的离婚 每年 我们也都见到很多的小孩 在离婚的父母的关系之中 是很多的压力 还有衍生了很多的问题 这种种我们都见到 就是香港的婚姻制度 其实都有很大的考验 希望多些人去珍惜 还有去维吾婚姻的关系 在我们周边的家庭 我们都见到 有不少会面对一些困难 一些挑战的 无论是在经济或者贫富上面 或者他们家破人亡 真的有生离死别 有其他原因 未必是可以很整船的一个家庭在书 其实我们都希望是一个开心的日子 我们一方面去提醒周边的人 我们身边的爸爸妈妈 很需要我们的关怀 我们身边的小朋友 亦都需要去爱 来到去培养 去栽培 但是同时我们也都关怀到 身边有一些家庭 他们是陷入一些不幸的情况当中 或者他们面对一些挑战 我们希望我们那种的爱和关怀 可以去伸展到这些家庭那里 我会在每一次 我自己和家长接触到的机会 我就会说关心小孩 不单止是他的学业 他自己心灵的需要 和他成长的需要 去看远一点 我们作为父母的 可以维续婚姻是一个典范 我觉得这是一个财产 是一个甚至乎家庭留给 小孩最宝贵的地方 我都做看很多研究 我发觉一些年轻人 似乎他追很多东西 但问他人生最重要的人物是谁 第一是妈妈 第二是爸爸 所以希望那些爸爸妈妈 希望接近这些子女多一点 他其实怎样跟你吵架 他最尊敬是你 而且他最怕是什么 最怕爸爸妈妈闹架 最伤是父母离婚 所以希望我们做爸爸妈妈 学习彼此伤害 学习不要令他们担心 而且给他们知道 这个家是我们很努力 有神的爱是可以维系得到的 巡游队伍在启动里之后 从九龙公园出发 沿着海防道 广工道 一直巡游到文化中心的露天广场 部分参加者手持大会指定的标语 让路人也可以接受到 重视家庭 婚姻 以及下一代这个讯息 爱妈妈 爱我的 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坚持 一夫一妻这个 传统和标准的婚姻制度 这样社会才会健康 因为小朋友真的需要 一个父亲的角色 一个母亲的角色 其实一直成长 我们年轻人会看父母的形象 这是很好的教导 他只要在家庭里面 才能学到他自己作为一个年轻人的身份 是各式的形同 所以婚姻制度很重要 现场还有不少家庭回应大会的呼吁 和孩子一起穿上家庭装 身体力行参与巡游 我觉得爱爸爸爱妈妈和爱家庭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你知道中国人形容 国家是有个家字的 如果家是和谐幸福的话 国自然会强盛起来的 所以我们都是要回到家庭的核心价值 爸爸妈妈家庭儿女 这里要有爱和和谐 家庭好的时候社会就会好 所以来到这个聚会 要维护爱爸爸爱妈妈爱家庭 我觉得我应该尽回香港一个家庭的一份子 所以出来表态 其实我觉得家庭很重要 就我自己教的学生来说 其实见到越来越多学生的问题 其实那些绝大部分都是跟他们家庭有关 无论是家庭的暴力 单亲的家庭 或者是家庭里面一些不愉快的东西 都会在他的上堂表现 或者是一些和蓬佩之间的沟通 会表达出来 所以我们觉得一个健康的家庭 对一个小朋友成长很重要 其实在香港里面 一个家庭的重要性对于香港 譬如整体上的犯罪率都很大影响 因为青少年的问题 很多时候都是家庭的问题开始 譬如很多青少年的犯罪 或者吸毒的问题 很多时候都因为家庭的疏忽照顾 而令到他们误入歧途 所以我很希望 透过维持和维持家庭 可以达到这个目的 我想现在家庭是很难维系 因为工作时间又长 加上有些人又要在大陆工作等等 而且现在的人好像少说那种忠贞 对年轻一代也有很大影响 给此鼓励 不是说我们已经做得很好 我们更加要多些正能量 大家加油 一家人当然会有些磨擦 我想我们上一代 我都看到爸爸妈妈 都会有些磨擦 但我们可以沟通 可以忍耐 我觉得对下一代 对自己也是好 我想最主要烟平 起码是自己参加者 再次自己可以去卫生 去思想 原来家庭很重要 原来不是 就是说take it for granted 就是说你要努力去灌溉 才会有收成 这次巡游进行了大约四小时 在一片温馨欢乐的气氛中进行 在终点站文化中心外面 设有一个邮箱 给参加者在大会派发的明信片上 写下给爸爸妈妈的话 我写了些小话 给妈妈就是我爱妈妈 我今天寄了一张生意卡 写了爸爸妈妈我爱你 他们可以平平安安地过生活 为我们设想 因为他们每天都很辛苦地做事 那我们应该报答他们 所以我才这样写 大会还设立了 家庭合照巨型相架 给参加者拍全家福 纪念这相当有意义的一天 我想展望我们有家庭的人会快乐 哪怕可能是单亲家庭 又或者其实是我单身 但是我们和上一代的爸爸妈妈 都是过得快乐 我展望着这件事 希望未来日子当中 我们会继续去教导 教导特殷姊妹 教导对于婚姻制度 家庭观念 这是我们持狗的一个教导 而不是单单一次的行动 这一次的启动里只是第一步 未来大会还会举办更多活动 推动社会更重视家庭 婚姻关系 以及爸爸妈妈的角色 不过关爱家人 当然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大家要继续爱爸妈爱我家啊 爱地球观察站 程妖宁将所关注的议题和看法 或者是各种聚会活动的信息 发送到cdv.tmea.us 小清晰同一时间 再和大家见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